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北非国家利比亚上个星期遭到丹尼尔风暴袭击 猛烈的山洪冲塌了东部城市德尔纳的两座水坝 导致多人死亡和失踪 但是具体罹难者的数字却是众说纷纭 早前利比亚红星月会估计大约有一万人在灾难中丧生 而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说有近四千人死亡 九千人失踪并且预计失踪者的情况凶多吉少 美国媒体形容重灾区德尔纳像是经历了大爆炸的战区 两座水坝崩塌后的九十分钟里头 洪水席卷了整座城市摧毁整个社区 罹难者的遗体被冲入大海 再被冲到距离德尔纳市一百公里以外的岸上 利比亚当局已经针对水坝崩塌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并且已经传召相关的负责人 利比亚上个星期经历了一场致命洪灾 在洪水退去之后从高空战望 整座德尔纳市几乎都被移为平地 大量的房屋 汽车和基础设施都被冲毁 而当地的救援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消防人员穿过废墟 利用产子在泥加当中挖掘 试图要寻找遇难者 此外 救援物资也陆续抵达利比亚 志愿者将一箱箱的物资搬运到储藏室内 其中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大约29万吨 包括果实袋在内的紧急医疗物资 另一方面 利比亚郊外的墓地 也有大批人员正在准备墓穴 以集体埋葬的形式来处理罹难者的遗体 而利比亚的卫生部长则表示 当局对于水源污染感到非常担忧 因此将会从今天开始 在德尔纳灾区为民众接种疫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